觀念時刻帶您迅速掌握潮流趨勢 歡迎收看財經趨勢4.0 我是趙婷玉 首先帶您看到 蘋果在本週二公布地基財報 儘管iPhone銷售疲軟 大中華地區營收足足減少了27% 但是在其他產品與服務部門的大幅成長下 依然攪出了符合市場预期的成績單 蘋果利空出境 公布財報後的盤後股價 還一度上漲了將近6% Apple's results for the holiday quarter are in And the company's stock is up after hours trading Even as the tech giant announces quarterly revenue That's down nearly 5 billion dollars in China 週二蘋果公司公布了2019年第一季財報 雖然iPhone營收較去年同期下滑了15% 但在穿戴裝置 住家等周边配件及服務部門 營收成長帶動下 讓整體營收及每股盈餘都略高於華爾街預期 帶動蘋果盤後股價上漲 這是蘋果自2000年以來 首度在涵蓋購物假期的季報上出現銷售衰退 2019年第一季營收843.1億美元 年減4.5% 每股盈餘4.18美元 年增7.5% iPhone營收519.82億美元 年減15% 穿戴裝置和周邊配件營收73.08億美元 年增33% 服務部門營收108.75億美元 年增19% 大中華地區營收131.69億美元 年減27% 蘋果自本季之後不再公布iPhone銷售量 受到多方面因素影響 包括電池更換計劃 電信商補助減少 顧客換機期間加長 強勢美元以及中國嚴峻的經濟狀況等 智慧型手機市場不景氣 蘋果之力讓營收多元化 展望未來 為覆蓋更廣泛的群眾 蘋果可能擴展到其他平臺 這真的會幫助他們 蘋果預估下一季營收將落在550至590億美元之間 第二季度的衰退幅度與歷年差不多 新唐人也還電視葉恩傑編譯 好 一連串的科技大廠尾壓訊息 先帶您看到核碩的部分 核碩去年營收達到1.3兆元 連續5年破兆元大關 核碩高層喊話 相信2019營運表現 可以再創高峰 尤其外界關注 核碩南向布局規劃 已經在印度 越南以及印尼布局設點 董事長童子賢表示 分散式生產趨勢已經成型 至於成果還需要一點時間 歡迎我們的董事長 2018年核碩再次攪出亮眼成績 營收1.34兆 年成長12.3% 高層有信心 今年營運再創高峰 我們連續5年營收破兆台幣 這是一個相當耀眼的數字 這裡面完全沒有僥倖 核碩的同仁有能力創造 學習型的組織 有能力創造新的輝煌的再一次的紀錄 對於今年景氣核碩坦炎市場觀望保守 關鍵就在二月底 三月初的美中貿易談判 但科技亮點已經出現 包括智慧家庭 IoT 車載系統 電競領域 都是成長動能 我們看到今年應該是說 computing會有一個不錯的成長 因為今年我們看到一個是 game notebook 另外就是在車載方面 尤其是電動汽車 還有傳統的汽車也好 核碩集團在這邊布局也蠻久的 為了因應景氣變局還有關稅挑戰 核碩去年開始在中國大陸以外 尋求新生產區點 就在印尼巴旦島落腳網通產品 今年一月份已經開始出貨 越南也有設點計畫 近期董事會通過之後 就會對外公佈 東子先強調分散式生產趨勢已經成形 就像當年台商吸進中國大陸 不過燉牛肉不可能馬上熟 相關成果還需要一點時間 也正在不斷摸索 新大電視社會同台灣台北報導 再來看到筆電代工大廠廣 廣達本週舉辦忘年會 董事長林百里說 AI人工智慧將是未來三十年最大的機會 而廣達已經迎在起跑點 一共授廣達新紀元 廣達董事長林百里 與副董事長梁次鎮 手持光劍 為廣達忘年會拉開序幕 林百里致辭時表示 廣達已經超過三十歲了 去年業績也再次超過一兆元 我們去年的業績 也是跟前年一樣突破了一兆 那事實上是很難能可貴 因為很多資訊產品 都有一點衰退的跡象 今年是一個新產品的元年 我們要大力往前走 梁正次認為 今年的挑戰會更為劇烈 還要看之後 美國總統川普怎麼說 光達要先追求利潤 再來才是業績 今年除了鞏固本業 也將推出更多AI領域產品 林百里也表示 他過去許下願望 光達要做AI的大公司 我們已經是大公司了 我們有AI的產品 有AI的伺服器雲端 我們也有AI的機器人 我們有AI的醫院的設備 醫療設備 所以我們的AI是全方位的 一個AI的供應商 知道嗎 林百里表示 AI是未來三十年 最大的機會 廣達已經贏在起跑點 絕對要堅持勝利到最後 公司也已經是全球一百大的 創新公司 擁有專利和影響力 也是前一百大 未來廣達將更加強大 更賺錢 現場的AI電視正義好 王立峰台灣台北報導 再來看到 為了因應美中貿易戰 不少台灣廠商 降低在中國大陸的生產比重 紛紛尋求新的出路 人保三十號舉辦尾牙 攜開近七百二十桌 總經理翁宗斌就表示 面對貿易戰 人保除了增加台灣廠的產能之外 未來兩到三年的生產 將以越南作為主要的移轉產區 我想通關是我們今年很重要 大家共同努力的目標 人保年終尾牙錫開近七百二十桌 董事長許勝雄返出營收要破兆元 而面對美中貿易戰 人保決定尋求新出路 我們除了重慶原有的規劃 有一些新廠會開始啟動之外 事實上我們在台灣跟越南 我想這邊的準備 事實上我們都已經救戲 所以我們會配合整個客戶的要求 來做尋求佈置 尋求一些風險的分散跟佈置 人保啟動避險計畫 未來兩到三年的生產 將以越南作為主要的移轉產區 雖然越南的製造成本比中國高 但人保表示一定會比被課徵的關稅還少 而去年公司營收來到九千六百七十七億元 創下二零一零年以來新高 全年出貨量則達到八千三百台 成功在二零一八年下半年拿下筆電一哥寶座 展望二零一九人保這麼肯 二零一九不只是數量上有成長 在營業上面我們還是會繼續成長 因應美洲貿易戰筆電代工廠營業達曾表示 客戶要求公司在台灣東南亞或是美國等地生產 都會全力配合 而廣達則是在桃園購買一萬坪廠房 只要客戶有需求 就能夠快速移入機器設備投入生產 因應二零一九年持續延燒的美洲貿易戰 台廠已經加快布局腳步做好萬全準備 新唐亞太電視高中人趙婷於台灣台北採訪報導 好 繼續來看到本週法說會的一大重點 聚焦IC設計大廠聯發科未來的展望 執行長蔡立行在線上法說會指出 二零一九年智慧手機市場成長不易 將強化產品組合積極布局5G 今年營收估計持平或是微幅成長 聯發科具備智慧學習的AI晶片 去年一推出就掀起話題 聯發科線上法說會 去年總營收兩千三百八十點五七億元 毛利率從百分之三十五點六 提升到三十八點五 產品結構改善但全年EPS十三點二六元 是近六年來新低 預測二零一九年在5G換機潮來臨前夕 今年智慧型手機需求較為疲弱 全年營收估計微幅成長 而毛利率定下百分之四十的目標 蔡立行表示未來5G 車用電子等新領域投資項目 將開始貢獻業績 產品營收比重可望從現行的約百分之五 持續上揚二零二零年有機會突破百分之十 聯發科5G數據機晶片已經推出 今年年底將推出SoC整合型晶片 掌握明年5G換機潮 而此外由於中國大陸市場成長趨緩 聯發科也積極投入印度市場 推出4G功能型手機 針對法人提問蘋果公司與高通訴訟 是否有機會採用聯發科手機晶片 蔡立行重申並不窒息 對個案不做評論 而展望今年聯發科力求改善產品組合 為二零二零年5G商機做好準備 新台電視我們從台灣台北報導 接著帶您看到這一週的財經趨勢短播 科技新聞網站TechCrunch揭露 Facebook為了取得對手的資料 秘密付錢給安裝Facebook研究 虛擬私人網路的使用者 監視使用者手機聯網的所有動態 亞馬遜在年終零售銷售繁忙的季節 攪出好成績 第四季營收和獲利雙雙突破市場預期 顯示儘管對手環四 亞馬遜依舊能維持強勁成長動能 英特爾扶政臨時執行長Bob Swann為第七任執行長 預計上任後仍將延續英特爾近年戰略 全球龍頭光學大廠大力光 將在大年初一公告2019年1月營收 大力光預估2019年1月合併營收 將於2018年12月相去不遠 新唐亞太電視整理報導 歡迎回來全球晶圓代工龍頭台積電 半年前才剛遭遇病毒感染事件 近日產線又再傳意外 台積電旗下南科12吋晶圓廠 上萬片的晶圓受到污染必須得報銷 台積電發出聲明表示 經過調查是光組原料出問題 已停用這批不符規格的原料 同時也強調了這是單一事件 不至於影響第一劑猜測 損失應能在第二劑補回 晶圓代工龍頭台積電 再度傳出利空消息 28號南科44B廠 傳出製成產線遭到污染 波及十二十六奈米產線 受影響金額恐怕達到六千萬美元 台積電發言人孫又文證實 化學材料供應商使用不合格材料 造成晶圓生產瑕疵 總計報廢晶圓數超過一萬片 並將向供應商進行求償 有一個廠商提供我們的某一些化學品 那個化學品沒有符合我們的規格 結果就造成使用了化學品的那些 Wafer的糧率變得偏低 現在鎖片到出貨會都會要有一點時間嗎 有些東西就是可能會晚一點再出給他們 台積電眾訊指出化學品影響糧率 並與客戶密切溝通 預計影響大部分能在第一劑第二劑補回 估計應該不至於影響首度猜測 不過影響嚴謹督軍的台積電 半年前才剛經歷病毒感染基台事件 逼得高層出面說明還付出52億美元的 資安管理學費 如今又再度出包 這名半導體分析師陸行之發文質疑 是台積電運氣不佳還是皮帶鬆了 希望總裁為哲家盯緊些 不要再讓投資人失望了 或有可能因為接連出包的狀況 在風險考量的情況下 會把訂單轉移到其他的廠商去 今天的走勢雖然跌得不多 但是或多或少也有 因為市場部分的擔憂 造成今天股價的下跌 台積電股價上午一開盤 重疊6.5元 失手224元 創辦人張忠謀退休後 台積電營運面對大環境不佳問題 不只下坎營運展望 今年只有小幅成長 如今又傳意外 也凸顯內部管理 或許真的亮起紅燈 新台電視 曾一豪 沈未彤 臺灣台北報導 好 針對美國近日正式起訴華為日媒報導 因應美國可能採取的禁令 華為要求包括台廠 台積電 以及日月光等供應商 將部分產能移往中國 法人分析 台積電在臺灣 有完整的供應鏈 以目前的情況來看 要求台積電移轉產線 根本不太可能 美國18日正式起訴華為 提出竊取商業機密 違反伊朗制裁令等控訴 日經亞洲評論報導 為了應對美方可能採取的行動 華為要求供應商 將部分生產線轉移到大陸 台廠 台積電 日月光也受到影響 報導分析 美方已經起訴華為 未來焦點轉移至川普政府 是否展開新一輪的技術封鎖 全面禁止向華為銷售關鍵半導體技術 以及其他美國製造的零組件 法人指出華為如果要台廠轉移產線 必須先闖過三大關 包括資金 政府投資限制 以及半導體供應鏈生態系 關於日媒報導華為要求供應商 將產能移往中國 台積電表示 已在上海和南京設廠 可就近服務中國客戶 日月光投控表示 針對單一客戶不予評論 法人分析如果要轉移產線 必須先克服資金 政府投資限制 而台積電在台灣有完整的供應鏈 以目前的情況來看 要求台積電轉移產線是不太可能的事 新唐人亞海電視張元廷 臺灣臺北採訪報導 接下來帶您瀏覽這一週的重要財經數據 今天 國家實驗研究院 台湾半导体研究中心 在本周正式接牌 科技部长陈良基表示 期待半导体中心 可以发挥垂直整合的功效 为台湾科技产业 培育更多专业的人才 台湾半导体研究中心 举行接牌仪式 科技部长陈良基 以及多位产观学研来宾 共同见证这历史的一刻 陈良基部长表示 期待古研院晶片中心 与奈米实验室 合并为半导体中心之后 能发挥垂直整合的功效 创造出更丰富前瞻的研发成果 整合以后 我们从设计一直到制造 可以作为企业 比较完整 Total solution的伙伴 所以这个伙伴关系会加强 第二个就是刚才提到说 要把国际相关的研究机构 也能够拉进来 所以科技部会配合 把一些国际价值的方案 带进来 让整个TSRI 对国际的服务跟连结 会再加强 所以这两个部分 我希望对台湾的发展 一定是非常重要 接牌典礼上 半导体中心 也与台湾半导体产学研发联盟 以及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 签署合作意向书 未来将分别合作推动 半导体前瞻研发 以及科技人才培育 在活动现场也展示 国内第一个人工智慧 中端系统开发实验室 提供AI模型验证 以及AI晶片模拟验证等 未来将以一站式的服务模式 支援学界将创意发想 转换为具体AI晶片系统 未来我们希望物联网 物联网不会单纯 只是做原件 也不会单纯只是做设计 它需要从头看到尾 它需要做一个小心的系统 包含人工智慧所需要的 终端产品 所以我们未来希望 面对不同的面向 可以训练 做设计的人知道说 原件怎么来 怎么制造 然后做原件的人知道说 这个原件 未来可以用在哪个产品上面 台湾半导体研究中心 是全球唯一整合机体电路设计 晶片下线制造 以及半导体原件制程研究的 国家级科技研发中心 半导体中心主任叶文冠指出 未来将更积极连结产学界 共同投入新的研究议题 如AI以及量子电脑等 也将更积极推动科普活动 期待引发更多青年学子 对半导体科技的兴趣与投入 新唐人亚太电视 林秋霞台湾新竹采访报导 欢迎回来 带您看到位于彰化一家 有70年历史的致敬工厂 从草创期的化妆镜 到现在结合科技的LED位浴用镜 保留传产特点融入现代创新 第二代接班人 庄敬庆更是成功将传统竞业 推向国际 圆形 矩形 基本尺寸的镜子 或是镶嵌花形 甚至为镜子钻雕各种造型 都难不倒它 70年老最后进场第二代接班人 庄敬庆最让它得意的是这一个 结合LED设计的卫浴用镜 庄敬庆还特别设计一个放大镜 让脸上戏小毛孔照得更细腻 回溯1947年 镜厂才刚成立 初期仪化庄敬加工镜为主 庄敬庆从小跟着父亲 骑着三轮车 载着玻璃到处去帮顾客安装 就连为镜子膜斜边加工造型 都是手工完成 直到庄敬庆退伍后 接手副业 让传统敬业有了转型契机 为了要将镜子边缘 磨到理想中的样貌与光泽 光镜性引进多种设备 像是磨鞋边的直线或钻石切面 以及需要曲线弧度的磨液型鞋边 庄敬庆总是能用锐利目光 看出些微差距 一次又一次 不厌其烦的和员工沟通 磨出台湾人的精神与毅力 也为庄敬庆成功拿下英国百年大厂订单 庄敬庆专金事业也热心工艺 目前担任洪道老人福利基金会 彰化助劳委员会第二届主委 同时也是国际师子会300C岁区 张中师子会的荣誉会长 十多年来举办公益活动从不间断 庄敬庆也把这份关怀融入事业 带领员工 应该对员工也会比较照顾 然后会更加的努力 还有一次我们减血活动 礼拜天我们会里比较没有人 我还派我们员工去支援 我说你今天怎么没有写加关会 他说不用 那不用我义务的 让我听得很感动 因为他今天不是为了公司去工作 是为了公益 张敬庆从本身做起 这份善的力量 员工深刻感受 定义方面 庄敬庆积极转型朝经济化发展的同时 还得面临传统经业的断层危机 石中镜 镜面相框 还有镜子跟名片结合 这些都是庄敬庆的创意发想 把镜子赋予更多的故事性与艺术价值 目前销往美国 日本接澳洲 不仅行销传统经业的独特性 也传递台湾惊人不拔的精神 谢谢您收看这一周的财经趋势4.0 我是赵婷玉 我们下次见